好的 那一个啊 最后有个小地方数字要改一改 这里不是四 这里是三 我偷偷量过一下 因为有时候我做到一半 我检查一下 我怕哪里那个出问题了 对的 那像这样子几乎就是ok了 这样子 啊 还有这个没有绝对定义的 那我们给他定义一下 那正常应该不会0.2吧 我觉得应该 也有个1吧 起码这个粗度吧 我觉得对 那就ok 然后呢 我们就这个旋转对 以后 选一下这个 选一下这个 对那个叫什么中心轴啊 然后点勾啊 那有些什么圆角细节的话 你们可以自己去慢慢调一调啊 我就不做这个事情了 好的 那我们继续拉话 我们下个步骤吧 那就我们点一下里面这个面 我们不要点外面这个 外面这个 你们记得应该是个曲面吧 那我们选一下这里 点下cntrl8 然后再点一下 因为现在不在我们的画的那个面上 那点sgeth草图 啊 我们打开一下倒数第二个 这个模式这里倒数第二个 为什么想 首先我想画一下那个 捕捉一下他的一个结构线 另外的话是他的那个啊 另外是他的那个平面 对吧 因为前面反正就是那个 前面的话是一个曲面嘛 你们应该是记得了吧 然后这时候画一个小三角 因为这里是个曲面啊 我们这一次就这里吧 稍微给他剪一剪吧 可以 要不多剪一点吧 反正后面那个 我们得会那个平面 我们可以改改小一点嘛 对吧 那我们这样的话没有关系的 那就这样子 然后呢 就我们试一下剪掉先吧 看看有效果吧 那当然是放回来啊 呃 对 那应该是ok的 嗯 看一下 打一下勾 啊 好像可以 那这时候后面这个 我们先不管他等会再改好吧 那就这样子 那个前面这里已经剪了 那我们继续来一个环境阵列 环境阵列的话在这里 选一下他 然后我们选这个feature 那 这时候要选这个 我们选一下这个圆形吧 哎 对 选一下这个环子 他是圆环就可以了 呃 不用去用那个什么3vd schedule 3d草图 那个 呃 那个就你不用再画一根中心轴 把门找到他们一个共同的一个圆形就可以了 那这时候打20 20 20好像我啊 还没到齿轮 那我们再多一点20啊 30吧 好吧 30也不够35 我们再加一下35还是有一点点37啊 可以了 完全是尖的了 那就这样子一个啊 37 那当然我们最后会倒个角 那这个部分对吧 我们回去炒头那边给改改先啊 呃 经常算了这个就这点好 那我们改了一下以后 那这个部分0.2 需不需要0.2 我想想啊 呃 那就 呃 一 一好像我们改成一吧 先看一看效果 呃 行吧 大概是这样子吧 还要说ok的 其实应该是呃 应该可以在那个再怎么讲 就是在小一点这样 啊 那这时候 我们是剪掉了吧 对吧 那上面这里 我们还是要给他倒一个圆角的 是吧 那倒个圆角啊 我们从上面这里 那这个 呃 圆角的话是 嗯 想一下 这个一一口很0.2 啊 手表的真的画的很少 呃 趁现在有这个机会可以好好画画这样子 那这个的话 一好像不太那个 0.05 吧 嗯 这个我看一下有效果啊 好的 好像没有问题 那我们把这个拖上去 好吧 试一下 因为有时候有些步骤 为了要试一下 这样子 累把它拖下来 好 这个呢 没事 啊 不是 不是 对对对 就这样做 因为我们已经剪掉了 然后 这样子 试一下 把它幻星正面一下 这个 哦 幻星正面 然后 我再选一下 这个地方 我们选一下 中心轴啊 好 可以一样的37 啊 为什么不行呢 看下 哦 好吧 不行就算了吧 我们 我们这里一个个点吧 只好 这个的话 我们可以这样子 好想 好想 哎 点上的七下就是比较累 啊 那个不要心急的同学该把这段给跳过一下啊 反而我是早点 我不会加速啊哈 哎 点上的第一点 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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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嗯 嗯嗯 嗯 嗯嗯嗯嗯 嗯嗯 我内侧的那我们现在导的尖的那个部分 那就呃我里面的那个我就不导内侧的那块啊 你们就自己导吧 那个这个真的挺费时间的导教这个东西 反正就这样子给他导一导 哎你看到基本差不多这样子啊 有个小细节了这样对吧 那里面那个我就不导了你们就自己导吧 我就导一下外面的这个 这个外面这个看好像还是有点扑 啊但这个反正你们可去看一下这个图片 然后再去进行一个修正这样子 我觉得这样子就OK了 0.05啊反正这些应该不会 他不会说做的很那个啊 哎你现在能看到反正就这里这些小边边啊 对吧就这个 你们就你反正我随便导几个你看 啊对反正这个就你们自己导吧 我就不导了啊哈 然后上面那个pattern 你们就那个自己先画吧好吧 那我们先把那个其他部分先给画画好啊 那个然后点下sonic body 我们把那个上面的这个镜面先给隐藏一下 那就开始画我们的这个镜面 这个部分是啊难道我们画小了吗 好像真的是好的没关系 那个我们可以把那个草图给改一改 你没有什么影响啊 这个的话我们先把这个草图删掉啊 我估计如果你们按照我那个步骤的话 肯定会也是会出现这样子一个问题 那就我们点一下抽取那个曲线对吧 点一下零对吧 然后就OK 哎对反正他就自动改了还是一样 四个sonic body反正不会有那个影响的 啊好那个表冠的话 我们算是那个已经画完了对吧 那边上也是没有问题了 表尔这块也是没有问题了 这个课文你们就不用我画了吧 我觉得不要那么变态吧 呃再下来的话可能 我回去看一下这个表冠房我们差不多了 下来的话就可能需要画一下这个 呃什么就这个 呃窗口我们先把窗口给开开了吧 好吧没问题吧 窗口的话应该是木车下面应该是一个 三然后上面二二和三吧 反正差不多这样子 他是有点小曲线的 然后我看一下 因为我现在上手上这样子 你们可以就打印一下那个 对然后这里 那我们在这个先画一下先查一下吧 好吧 嗯嗯OK那就我们查一下可以 那我们sketch就你们可以打一个1比1的 其实就找一张就是正常的透视测试 然后这样子一边画边凉 我通常都喜欢这样子 就有把尺子在旁边 我卡尺反而用的还比较少一点 我别的用的还多一点 其实那现在这样子 呃反正就这样 对那再上一条曲线吗 反正就是然后再画一个这样子 反正就差不多这样子一个曲线 然后再来一遍 就大概先把这个形状给画一下我们先啊 重点在这 那这里两个东西就ok了对吧 然后呢这时候我们下来 哎这个部分的话 这个点跟这个这个点 能不能那个抓到了 捕捉不到的话 我们就自己设定一个点 那就最简单的1跟2 哎很再来一遍 我们我们就是如果有时候你们捕捉不到 你们就自己设定一个 那下面的这个应该是2左右 对那就说明比较高 那这个都放高度是好的 是4那我就知道了 这里好那再来点一遍 这里在这里 那我们要4 那ok 然后这一块我们往下拉一下 这块也是往下拉一点点 这样子 那 这个曲线的话 我们看一下怎么去 我们去把它先对称一下 那就是我们一样 这里拉条那个辅助线 我们再拉两 反正两条吧 你们知道的 两条这样子一个辅助线 那一样我们给他一个relationship 就是给他设定还有关系 那就tangent 然后这块也是一个 我们也是设定一个tangent tangent以后 那我们这样子 这个点跟这个点 哎 好了 这个点跟这个点 对我们不要0.9 我们要2 那这块这个点跟这个点 我们也是一样 反正没有他一开始变形 我们不用管他啊 我们这样的话 呃 然后是 然后这个也设定的差不多了 那这时候 还有我们再来一条 那个辅助线好吧 这个地方的话 应该五度交接差不多 哎 又没选上那个标注 嗯 五度就可以了吧 应该 应该不用太大 嗯 嗯 奇怪了这里 好的 没有关系 哎呦 五度角 那就没有关系 的话 把它剪掉了 那只能这样子啊 多的 把它剪掉吧 反正不影响啊 然后这个五度不够大 我应该要那个 十度看一看 十度呢 就差不多了 然后这两个我们tangent了 然后 这个曲线的话 那我看一下 好像五度还是不够 十五吧 嗯 十五呢 还差不多 然后再下来的话 这个曲线应该怎么去定这个曲率的 啊 有有办法 这样子 这个部分 反正这里tangent了嘛 那我们就设定好 这个应该只有0.5左右 这个也是一样 我们设定好一下 那个也是0.5了 有时候零点多 那个数字太小了 我真的没办法给你们设定好啊 然后这时候我们一个镜像 好吧 一个给他一个镜像一下 然后 选择我们要镜像的那些三 几根线 然后呢 再选择中心轴啊 ok 那我们先把它剪掉吧 可以吧 剪一下 嗯哼 ok 反正就会 只会你看我现在剪 反正就会应用到这个 哎 好吧 底部也被穿了吗 啊 你不要穿了好吧好吧 然倒是当他这四个实体了 没事 我们把那个数字给我们很简单 我们就把这个给改一下就可以了 那首先几个几个事情那就那就那个我们就反正就是了吧 2应该是够了吧 我觉得剪掉的话 啊 ok 嗯 啊 对啊这上面是一个零件3 啊好的穿透了已经好的那这个的话就ok了我们顺便我顺便检查一下有没有mash啊果然没有mash那就ok 那下面这个口我们剪掉让我们给他倒一个小脚好吧 打个脚的话就是 呃 一 二 三 四 倒脚也是0.01 呃 这已经 0.01真的有点小了 0.02 嗯 五吧 好 那一个我们试一下 可以吧 哎好像好 那个45度肯定不太行 那我们就打一个15度 15度应该是哇哇那就是875了 七水不行 15 那就0.01吧我试一下 0.02 ok 0.02看看 0.02 回去看一下这个图 0.02 有点小戏这样子应该还可以吧 啊 不是很像啊我怎么觉得啊这种小戏很难抓哎这样 哦这样还差不多看一下 然后呢我们再下来这个 嗯 那这个的话他是一个我们在画上面的这个定可以吧 上面这个定 这个反正就是一个对这个定我们先画一下 所以这个定上面的话 反正我们就不让他把这个定房它是一个独立的零件 那我们先来一个画一下一个sketch 好我量一下上面那个定啊 好吧1 看起了 然后好吧0.8和1那行 那个就我们就这样子吧 哎呀它是偏长方形呢我们就这里0.8和1那就0.8 好 然后我们跟他这个距离就是0.4 对吧那再看一下上面的这个 好也就只有1 哇这够边缘的 好我们这时候应该画一个小点 我们需要一个点去补捉它 好再来 呃这个 那就是一个1 对一个这样子一个 可以吧应该没有问题 我不知道有没有捕捉出来 反正影响不会很大我觉得 然后呢我们就拉伸一下 这次拉伸的话0.5就够了 不用很多啊 对那个0.5好像也有点太高了 0.12吧 0.2好吧差不多这个样子吧 然后再下来的话就是一个倒角 50 45 0.2 可以哎这次应该OK了 0.2有点太大了 应该我看他这个 人太大了这么一看 啊0.15吧 对 好这个就像样多了 那我们就大概这样子一个小点 对吧那小点的话这个 嗯 嗯 这下来我们就这样子 那这时候进行一个环境阵列 环境阵列的话 点一下这个对吧 那这时候我们平常选是什么 那这次我们不要选这个我们选Body 我们在这里这个小箭头打开 因为我们分开了好几个Body吗对吧 那全法2那这时候哎不好意思哎 不是这个选一下Body 然后Body我们有我们的一个全法2这个Body对吧 哎他已经变成一个整体了 啊没有关系啊我们可以这样子处理 啊反正有时候高一点点 那就点一下抽取这个面对吧 0.01那这里我们设定好0.01就高一点点 视觉上面看不出来就重新把它那个基础面给改了 就是这个意思 那我们把它拉到上面去 没有问题因为它对步骤不及啊 没有任何影响 所以通常你要去改它一个基础面是OK的 就是说一开始设定这个基础面 那我现在设定Plan Free 当你们可能是Plan 2或什么的 因为我中间还试过几下保证到OK的 啊因为有时候也得要慢慢这个处理 就慢慢设计这些小问题啊 然后这时候我们选择一个环境阵列 啊我们不要Future 我要Body Body以后对 你会看到 啊 Tranfer 2 那我们这个就出来了 那Tranfer 2的时候吧 我们这次不用37 那好像还没有显示 没有 preview 很简单 点一下这个第一个 选择一样我们圆着哪一个走 对我们这次圆着这个环来走 那这样子就OK了 那这时候还多了一个对吧 那多了一个 呃没有关系这个 那我们去选择它 选择它下面的我们这个底面 我们先给它先把它给隐藏一下好吧 呃对这些我们先把它隐藏一下吧 画这个表面比较好画 不然不然不太好画 那这也是下面的那个 你们应该记得吧 就是那个呃叫什么 就是下面那个 啊对那个蓝宝石镜面那个 那个透底的那个 那这时候我们OK了一样对吧 那就一样我们画像Sketch 把这个给剪掉吧 最简单的方法 在湾楼里面可在上吊 但反正这个能剪掉就好了 那我们就不用什么那些数值这些了啊 反正把它剪掉 然后我们我们这次要那个offset是往上对 我们把它剪掉就好了 这样子哎 你看那对这个就没掉了 但这里还是保证还是很多个实体的 没有问题的 好的那这时候已经算是画的差不多了 那里面结构我就不画的那么结构画了好吧 然后再下来画我们画那个指针对吧 指针的话就让我去看一下 那就两颗这个柳叶针是吧 两颗柳叶针反正不薄薄两根吗 对吧那薄薄的两根的话 呃看一下啊这个针的话 他们有跟我说的话很多的表是这样子 就这里弯的时候它是往下面斜的 那这根我们照着原本的这样子画 没有问题吧 但是那个里面那个应该是直的 那就这样子好 那一个然后这个墨水 这个是一个墨水打印 那这个的话呃你们看需不需要画吧 那当我视频就不用画了 呃你们反正知道怎么做这个很简单 呃对因为这个通常我觉得应该是在平面稿上面做了 不会在因为钟表我也不是很熟 那你如果叫我画 那我也是画有点小凹凸这样子 还是说它是那种剩线那种剩进去 反正手表我真的不熟 那自这个的呃如果是我说我 我通常我也会选择PS做上去 像这样我顶多就把这些东西给画上去 这样子就什么小圈呢这种东西啊 那这里的话我可能会画一个小小的一个 就画一个凹凸这样子那去加 那这样大概就这样子 呃那个先这样子我们先画一个sketch对吧 呃一样画个圆形 然后我们有些该画细角我们还把画了 就3D上面细角我的画 但是那个2D里面的那种就算了吧 2D那种啊 然后这里 然后我们再拉高了中间这个中 我们先给把它画一下好吧 那就拉到应该 2mm吧可以吧 那我们先把这个上面这个里面整个 这个啊哈那我一样哪一个 这个基础面我们先画一个新的基础面吗 因为我们多了一根针嘛对吧 因为通常也说过就是说说东西都是这样子画上去 那纽约针我们不用摄影它太高 我们就0.2的一个高度吧 或者对0.0.3吧 好吧它是啊 短的在下面那我们就按着它短的下面0.3吧可以吧 那有些地方哪些画的不足的你们跟我说一下 我下次再画得足一点呗我整这样子了 呃然后 这样子哎OK 那就我们这样 一样抽取一个结构线0.0 然后再来再来一次再出去一次这样子 这样 但这次不是00是一个 2 2有点大1 1好像差不多吧 应该差不多吧 我觉得1吧 反正它上下好像是一样大的 我看起来是 然后这里好像有点一个小小刀角是吧 那等会 画完这两个针 我们把那个小刀角也给我们再看怎么调整吧 好吧 哦对 OK 那这时候我们就这个纽约针吧真的 哎 也真的是这个这画像型上真的是比较头疼 那这个针的话我量一下 这个针的程度是 1.4 嗯 行 哎呀 不好意思 那一个 这样就这个 正中心 然后再这个 OK 这样子 呃 要需要一个那个中心组 中心组线 ok 这样 好 所有东西先给取消了 然后这个 1.4那就是这里 可以 这一这里到这里 这个重点 哎 那就是四楼 十四 然后再进行一个裁切 裁切的话反正就很简单哦 那就是这个 一 没有点上 有时候 对 三楼是一点自己小心啊 然后这样 啊对这样子就OK了 你看到 那然后再哪一个选择一下这个看下啊这个点跟这根线 啊 又没选上 dlc点一下这个点再点这根线那 这个的话 他总块那就0.5吧 0.5啊 0.5好像有点不太够那个 0.6啊 0.6啊有点小抛那长度的话 1.4好像有点太美 1.3吧 哎 13啊 一量的时候是看泥米的 好那一个再下来 这样 再选择这个需要镜像的一个中心轴 OK 然后这里的话好几乎就OK了 让我们拉伸一下好吧 我们 那这个厚度其实不用很厚 我0.03就可以了 哎 0.03 哎你们能看到哎对好像还可以那 上面里面的那个小倒角的话应该 那这时候我们可以去调整一下我们这个Pan Pan4 Pan4的话 啊我们设定好本身底部我们加了0.3对吧 那我们给他一个1的一个底那也就是说我们这次是多少1.3 1.3 然后这时候我们再一个又是图 又是图 又是图以后对我们在这个位置去给他画一个那个倒角你们一个记得吧又是图以后画那就这里 嗯 对的那这样子反正就是到贴底吗 因为刚刚那个我们刚刚画了一下没那么写 刚刚这个记得把我们龟把拉高一点的那就好那个我们把它拉下来我们不要我们不要贴这块我们对我们贴这块那这块是水平的那我们一样标注一下 哎呀又要也是一全取消 45那他下面这个总长我看一下是 好是也就是说这里是2 嗯 ok这个啊一想中的要大一点那就这个不要试试我这个三十五吧可以让他这个面积大一点那高度的话我们设定好这里就是一个1.8肯定不够了 哦明明肯定是肯定是1了啊不是不是1那一个反正这个有刚好我们看到0.5 0.5也不够了 应该是有1毫米吧难道是 我刚不设定好那个0.3 我0.3大事了就高度是吧先不管那么多啊像这样子 哦果然是我设定这个不够高那没关系 反正就是penfor我们再设定他高一点吧 penfor的话1.3应该是没有问题了penfor penfor1.3呃 哦那就说我画的时候没有改这个改成那个penfor penfor是有了奇怪我这里搞了1.3呢 那我那就我penfor设定问题了那每次就这种找问题的时候很头疼啊很奇怪 应该是这个的话我看一下penfor的话应该是1.3那就没关系那就2.3的哦他是在最底面的怪不得怪不得那就这里1.3 然后这个pen我们不要pam1我选择了他啊对那这样这次就ok了 嗯 这一个好那几乎就这样子那我们回去画一下我们这个sketch 回去画一下我们这个sketch的话是这样啊 哦对这次就ok多了那就1.3那我们回去1 我给他一个1这样子一个2哦这真的明显太大了 因为0.5巴好吧好吧可以 然后这时候我们旋转一下再选一下这个中心走对一转一下 这 regress的那个 Chill 方可以那个完全的这里次的这个那这样子就ok了抹得整体效果先athers 是这样子出来以后 我觉得这个Pan好像还是有点那个好的 我们赶快去0.8吧 0.8对的 对这样子ok了 好那个暂时来讲这样子算是比较完美了 我们算是好的 那个对 然后我们开始换我们的一个长的那个柳柳叶针啊 好的 那我们先开始换我们长的那个柳叶针 那柳叶针 我们需要用到一个柳加减呃柳的并级啊 这样子一个功能 那现在我们先到feature这边 然后再再开个面 因为你知道指针他有高有低对吧 呃对 呃我我还挺希望那个这次有钟表的那个同学 又是比较熟悉的可可我普及一下我对表真的不熟啊 呃好那个我们先设定好一个Pan对吧 设定好那有时候你们画的时候 你会发现对Pan会越来越多这样子一个情况 没错的这个很正常 你呃不用担心 呃还是一样我们这个长的柳叶针我们还是直接画吧 啊反正他尺寸 有时候你目测对 但其实他不一定是真的对 怎样好的两个圈圈已经画完了 那这些有些小偏差我们不用管他啊 然后这里我们一样这个那上次是14 那如果是正常的应该会刚刚好就是如果是真 真的真的我看一下 啊对那他肯定会刚好对着这块那我们肯定会 哎所以这个是令这是我另外那个已经提前画好的那个 数字键就是你也懂的啊他是突出一点呢我们就突出一点好吧那这个线我们有叶针对吧我们这话长一点我们一样直线工具点下直线工具 对 呃一样还是这样子反正就是你们懂的就是画一个 轴对称嘛 轴对称以后 一样的这样子 选好本身这根线然后直接对呃这那个镜像再把对的线给剪了哎 剪多了啊结构像我可不想动到啊 一哎哟 然后这一块的话反正就也是不要的啊反正记了线你们这要看得清楚一点对吧 呃然后呢对的那这样子那我们就一样拉伸一下 那这次这个东西我们要做做到怎么样就是我们要开到这个direction2那这边我们直接上下都设定5就可以了反正设定5反正我们不要merge 我们不要merge result那你看到他是独立的我们一样 变成个独立的体哎你看到了 对反正就是这时候我们这样一个部位加减减减就可以了那我们用一个top啊用一个fromfromfrom 反正其实如果我是用rights你们用那个top如果不我用rights你们就用那个from如果对反正就是表门你懂的识别吗反正只是看你说你画哪个边而已那这时候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啊 还算展示一下出来嗯这一次这边我我这次反正我是from对from然后我就这样子那在这一块上面来讲一样别反正就是已经有这样子一个面了对吧那我就在这里我们就等会再弄那个尺寸吧好吧 然后这一次就这样子啊好的那一个我先把多余的这个配给收掉吧不然真的有点太那个了太多了啊呃 这个也是ok大家看不到然后这样子上面的这个我们一样把它关掉 先把他看不见线啊不然真的太那个了哈嗯哦其实啊这这次这个倒简单的这一次这样子像我们先把删掉因为我先看到他已经我已经知道他有点白了然后一样再点一遍两条直线 反正我希望对他们就是在一起的那这时候两个点我们选上进行一个拉ok那这次反正这个点我们已经有了这样子一个形状对吧拉到前面吧反正他肯定要高一点这样子对 ok然后我们设定一下这个尺寸好吧 0.03吧好吧跟下面这根一样啊0.03然后他是往这里弯的那我们一样画一下这个好吧 ok0.03以后我们画一下这个自由曲线啊那就在这里中间大概这个位置好吧我们往往内内测一点吧就这样 那那那这时候呢我们就这样子哎呀就是tangent对吧那再一样这一块我们选择一下他我们要0.03 哎好像好像不行啊好吧还是再画一根吧有时候我自己很怕出一些小问题你有画的时候如果出那小问题真的挺麻烦的那还是再来一根 这样子ok那就这个tangent对那tangent以后好的那这下其实算是完成了不少了 那我们到现在呢就是这样子一个直的还有一个是应该他会有点斜这样子对这样子一个90度角呃然后这两个我们保证他是一个看一下好相等的一个状态吧对相等长度那这样子吧这个是ok的好然后这样子这个的长度我们需要它是这样子0.03对 对方这样子就ok了那这时候我们需要他哎呀我想点到这个对对这样子ok那保证他tangent那指防直线还是ok的那这样子我会往内弯一点这样子就可以了那这时候呢我们要做的事情就一个那个旋转对旋转以后中心走我们回去对画这个比较细的部分就麻烦就在这了 然后不要买了对对算这个要你们要自己抓的就很清楚啊这两个东西那这时候你们就看到一个一个盘在这了对吧好像不在中心走为这下哎这下糟糕了好像不在中心走 嗯也就是说我中心走偏移了没关系都会在中心走偏移了啊现在画久了才知道嗯真的没事没事没事那就照照这样子哦还是先顺便把这个我还是把merge一下吧然后让他自动调整吧好吧虽然是有这个好处哎呀这个真的是 是哦是feature然后combine对吧一二 哎看们来吧并级 哎你看呢这根我们也完成了这根尖也有了对吧那算是也是完成一根但这个不在正中间 那我们就需要把这个问题给解决一下这个哎呀 我们需要再回来回来这个地方这个草图对 对那他不在正中间我们应该怎么解决了对的零点零五的一个证明是那是这里 那这这条我们肯定中线对吧我们再来一条 对 ok那像这样子垂直你其实也在正中间呢那刚刚是哪一块出问题了应该这么看似在正中间 这就奇怪了 嗯哼哼我这里一看然后又没有刚刚那个旋转就到底是哪里出问题了 哦等一下啊 因可能是我知道了我刚刚旋转的时候我是在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 这一块 我旋转的时候我不应该在刚刚那我应该在这啊没影响没影响了你看我旋转时候我没有在那个中心轴上面啊就这个问题好的那这样子就不影响了这样子的话 那这个不不完全不影响啊因为反正我旋转他我前面我设定都是平的吗那现在我到这里才弯下去对的好的那这里算是完成了一个我们一个双向的一个指针了对吧那到时候 其实这样子就ok了那指针挪动到暂时不能挪动要到三笔那部分才可以挪动啊三笔那部分我应该就不会再做了你们应该反正有限有这么多的一个parts 你们到时候再把它一个你们可以把它反正就combine变成一个或者怎么样都可以对吧看你们最后想怎么炫了啊因为soniverse的话反正画法跟vino不太一样反正看你方便 因为个人来讲我觉得vino是比较方便的呃反正用是两套都用这点是肯定的好的那这时候下来我们点一下这个盘面 那然后呢呃提前画好一些我提前画了这个面那你们注意一个东西是什么他说的字很横的那一块都是 竖的就是说那个你看就是说从上到下这些都是比较新你看7上面这个 但是如果从左到右的话都是很像比较比较那个怎么比较粗的你看1比较粗的但是从2的时候我不知道有没有放大的 可以看一看这样子你会看到像10或者像这个什么10的左右两段会比较粗但是上下两段会比较细你们要注意一下这个东西 或者你们看这一张可能可以看出一点点粗然后上下两段细 因为手表这个玩的真的挺细的然后像这里是反圆角那这些是真的真的超级细的一个细节 那我觉得你们可以去说去你看这里左右两边细上下两边啊左右两边粗上下两边细 那这个细节里面 自己去抓一下这样子那我提前先画好了我就贴进来先点这个面 然后我再拖进来 那你看啊好大好大没事0.01啊那0.01可以吗我我我看一下 我看一下 我真的不太好选 说实话这个 ok 0.08不行了 0.09呗 应该差不多了吧 就反正导入进来 你反正就我是直接拖进来了 你们可以用你们自己一个方法 哎 这sonyrest他的一个软件控制性就是很弱 但他限制性很大 所以出来的模型也是很漂亮 而且我用的鼠标是普通的那种鼠标啊 0.09的话我对比回去回去啊 它是比较贴边的 那0.095吧 这是一个12那比较贴边 哦 这样子 哦 然后还要旋转90度 哦 90度不对了 那就是270对 那270才是对的 因为我的这个画了在左右 一开始没想好 然后我那个口应该画画了在左右 好的 应该这样子差不多吧 差不多 大家不要在意这个细节啊 然后这时候我们这个这个是我提前话 好了 你们到时候也是可以这样子 然后呃 这个高度0.05我看一下 0.05不胜够那0.1吧 好吧 呃 0.2吧 这样会好一点 好的 应该差不多这样子 我看上面的对菜应该 对 差不多 但它这个比较圆润 那你们倒角的时候就可以自己倒大一点 这样子 我就不倒这个角了啊 大概就这样好吧 然后再下来的话就是呃 再下来就是 画一个左右的两个圆盘 那我就把左右两个圆盘的一个直径 然后它那个左两个圆盘 然后还有那个指针给画一下 那基本上就算是完成了 那剩下那些刻度什么了 基本上就时间上的问题 我就不说那么多了 好的 那就把最后的部分给画完吧 好吧 呃 要这个圆盘圆盘以后 其实呃 现在其实可以把那个所有东西给 那个显示一下 然后上面的这个我看一下 嗯 它应该是可以设置为change transparent transparent 对 你能看到就transparent 那我这样把隐藏 呃 隐藏一下以后 对 你其实看到其实就可以了 整个细节 哎 画表的人其实真挺累的 我觉得 啊 对啊 然后画一下这个 那就对正对中 呃 样 画那个换对中以后 需要画一个结构线 然后对中以后我量一下那个 中间的这个有多少 这一个的画法 这个的话 凡只有1.2 把1.2的直径 直径1.2 那直径1.2的话 反正就是 哎 12 然后从这个边到正中间的话 反正它是我们回去看它还是很贴边的 那我们就大概一个数吧 因为毕竟其实这个数不准 因为正常应该是小数点后面两个位的 他们做中调的话 我觉得我觉得不会说 就对小数点后面两个位 我觉得像8啊 这么贴边的 好的 没有问题了 那肯定 然后再下来我们选上这根线 再做一个镜像 好的 ok 然后再一个小减一下一个小挖 呃0.03吧 可以吧 小挖小挖一下 哎可以可以 那其实能看到一个小小的这样子 那小挖以后 然后那就那一个差不多了吧 这样 然后再下来的话 就把那个小指针给画画吧 行吧 那一个我们一样那一个 Ctrl加8 然后就设为一个基准面 呃抽取这根应该0.05吧 刚刚这个我觉得应该会细一点了 但那就细一点吧 反正就是 呃一样我们拉下那个结构线这样子 ok 再来再来一条 哎呀 啊 讲课讲得不太好 真的是啊 比如说应该一边话 然后一边跟你们讲讲一些生活的话题 我觉得是不是应该这样子 呃对 然后0.1吧 好吧 0.1好像有点小了 0.0 0.5吧 不是0.0.5才对 可以可以差不多这样子吧 啊 然后一样 呃 再拉根中线 对吧 镜像过去吧 我们直接就不两边一起那个吧 因为我个人来讲我喜欢在草图上面来改 我不太喜欢说在哪一个3D上面去做一个改动 呃 然后镜像 再选择中线中轴 ok 然后再拉一个小块 sony的天然色是比较麻烦的这一点上面 呃 对 而且像我这种懒人对吧 2mm可以吧 打钩 打钩 这样子 哎 两个小定也出来了 那这样子空球加8s catch我们在这个面上面啊不是我们应该在这一个 不要储存哦 我们在这个面上对吧 然后再来一个刚刚是0.03 我们一样在这个位置上面去做一个基础面行吧 呃 0.3 我们就0.2吧 可以吧 0.2在这个位置上面 好 然后再来一个出取一下这个结构线 0 ok 那这个线我看一下 正就这个就直接有直径有1那ok 直径有1那直径有1的话我们就来一下 反正他直径也是有1那整整个总长我看一下 总长的话反正就大概是8毫米左右ok 那就简单了一个8毫米的一个这样子直径那样我们给他那个画一下 可以这样子反正就是它是突出去的那这里是2毫米就是说后面我保证套2毫米就可以了 然后这个定 那 제일 0.5 那就0.5 0.5 0.5 然后这一块的话到这 你中间的话2.5 那总长到这8 可以那这样子就ok了 然后这时候我们再下来这个和这个两根线对吧 我们呢就是景象 双面画东西是不是很繁琐 对 但他出来东西很精准 有时候有些东西我想双面画 双面画 除了全曲面里面 其实像这种规整一点东西 我喜欢用双面画完以后吗 然后呢在那个vino里面做一些小修这样子 就特别是这样规整的东西不规整的 当然我就用vino去画了 那我得要看情况了 当然这个不是说 当然不会说万斤有这样子了 哎 这样子 那就把这个点给取消掉 哎呀 应该能减了吧 减掉哎 可以了 啊 这两个多月就删掉吧 反正绝对定义了 我们也不管那么多啊 是吧 好 那一个线也搞定了 是吧 那我们也是一样呗 那一个这一次的话就 哎 反正两边的针肯定是 一样了 我觉得这两个如果还能不一样 那我没话说了 我我我那我会很无语了 我只能这么讲 那这个的话反正也是一样 我们就 镜像过去吧 一样 你你喜欢3D的镜像也可以了 反正啊 我我给你们演示一下那个3D怎么镜像 3D我反正很少用那个3D草图啊 那我们我先那个拉伸一下 哎呀 这一个 啊 这里是哦 知道知道 哎 那我回去一下草图这里啊 还有地方修改 看看哪个部分还没好的 刚刚看到的是应该没有问题的 再来说 应该是ok哦 但是我没大准怎么刚刚会 哦 看我选反正我选吧 选吧 没关系 哦 中间的这个是这人行不行吗 哦 我知道少这个圆形是吧 ok 这次应该可以了吧 好 可以了可以了 果然少那一圈 有时候你们自己画的时候吧 就是这些小地方自己好好检检查一下 那这次的这个是零点零三呢 零点零这个是肯定了 点一下enter 然后我 yes 对 这样 可以了 可能比较小的电脑算起来比较累是吗 我可以这么理解吗 这个面呢好像是有点那个了 让我们把因为它凸出来了 那我们再把它调低一点可以吧 那有时候很多时候就是这样子啊 通过这样子慢慢微调了 就是你只能这样子没有别的选择 呃零点 然后还没看那个会不会撞 如果你在三笔里面看 那有时候可以看到说哎呀 这个好像撞了 就这样子的情况 那这时候这个我们已经完成了对吧 这个实体 那我们再给它一个3D的镜像好吧 Mirror Mirror以后我们选择吧 看哪个面呗 呃 对这个 反正文化 文化的时候肯定是自中的吗 啊 face to 我们选择face吧 啊 不能face 不是face one mirror face mirror face 不是不对 我们应该选择这个from 然后ok 嗯 不成吗 奇怪 啊回去再再来一遍 然后mirror 好的 然后mirror的一个我们选择pring 对ok了啊 超过错误 好好的 那基本上一个实体 然后我们把最后这个也给开出来看一看 哎呦辛苦大家了 看了这么久的一个视频来看到完全的透明的一个这样子一个实体啊 好的辛苦大家 然后下面的这些东西按钮什么的 该调整你们可以自己去调整 剩下就是一个细条的一个问题了 呃有什么不懂的 你们可以那个微信叫微信问我一下 我也很乐意回答 因为反正看我视频的不多 我也可以很集中的那个给 你们的一起好好交流对吧 你们懂什么也可以跟我说一下 这样对好的 那一个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这个视频拍了我差不多有三天 因为时间很有限 那有什么的可以给点建议的 麻烦啊跟我说一下方便我改进 好的那一个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